如今78岁的老戏骨郑佩佩,近年来因健康原因渐渐退出了影坛,选择在美国安家落户。 近期,媒体披露了郑佩佩身体状况不佳的消息,她不仅需要长时间佩戴腰带支撑,而且出行多依赖轮易,这让外界普遍认为她可能不会再次回归荧幕。 郑佩佩与台湾知名商人袁文通曾步入婚姻殿堂,两人共育有三女一男。 她们的独自,著名的新二代袁媒佩,在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小,如今也已38岁。 2022年,媒佩佩在社交网络上宣布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,她与多年的外籍女友Andrea正式登记结婚,迈入了人生的新篇章。 2023年5月初,媒佩佩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喜讯,宣布Andrea怀孕。 那个夏天,Andrea顺利生下一名男婴,圆和玉喜天父亲之称。 圆和玉与Andrea的恋情历经多年,感情一直非常稳定。 孩子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情感纽带。 然而,令人心痛的是,Andrea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被诊断为乳腺癌。 Andrea对于自己突然被诊断出癌症感到难以置信和心情低落。 更加严重的是,她的乳腺癌不处于初期阶段,病情较为严重,或且需要手术和化疗。 去年生完孩子后,Andrea的体重明显增加。 她通过积极锻炼,努力恢复了曼妙身材,却不幸被诊断出乳腺癌,这让她感到无奈和沮丧。 Andrea通过社交媒体发表长文,表达了对半岁大儿子不得不断奶的恐惧和不安。 她公开寻求网友的支持和帮助,希望能够经历这一转变。 在寻求帮助的内容上,Andrea坦诚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,物质上的援助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她紧接着发起了一项5万美元的众筹活动。 这篇长文发布后,引起了众多亲朋好友、网友以及香港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。 由于Andrea公开众筹医疗费用,也有人猜测她与丈夫袁和玉可能面临经济困难。 对此,两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。 对于郑佩佩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会陌生。 她在上世纪50年代就踏入了演艺圈。 曾是圈中出了名的达女,合作了不少大牌男星,主演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。 1946年,郑佩佩出生于上海,虽然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,但一家人的生活依旧算是富裕的。 可惜好景不长,在她6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原因家道中落,母亲不得不丢下她一个人在上海,带着弟弟妹妹到香港投靠亲戚。 1961年,16岁的郑佩佩只生一人被紧离乡来到香港,找到了投靠舅舅的母亲。 母亲是广东人,但是郑佩佩却不会说广东话,并对陌生环境很是抗拒。 后来她知道有个叫南国剧团的地方,那里有粤语班和国语班,刚好她看的第一期演出是普通话。 于是郑佩佩报名考入邵氏公司旗下的南国实验剧团,成为第二期学员,由此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。 1963年,从南国实验剧团毕业出来的郑佩佩签约少士,风华正茂的她有着令人惊艳的颜值,眉宇间颇有阴气,一米七的身高更显得她一枝独秀。 凭着自身的优势,郑佩佩刚出道的资源非常蜂窝,戏录也非常广,无论是歌舞片还是文艺片,都拿捏得稳稳当当。 甚至还可以女扮男装,反串男性角色,比如在她的首部电影作品《宝莲灯》里就反串了刘燕昌这一个角色,纯红齿白的俊俏模样演成香也绰绰有余。 当年邵氏公司有七位新人被称为邵氏七仙女,分别是邢慧、李金、方银、于茜、秦萍、郑佩佩和张燕。 尽管那时的香港美女如云,但依然不妨碍她成为当代花旦翘楚。 郑佩佩的美,毫不逊色于林青霞。 没有出道以前,郑佩佩在学员时期每天都要练习芭蕾舞和演技,而她本身也有舞蹈功底。 在那个年代的影视圈,美丽的样貌只能给你加点分,没有一技之长的人长得再好看,在影视圈也吃不上饭。 凭着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刻苦耐劳,郑佩佩也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。 1966年,因在《宝莲灯》中的出色表演,郑佩佩被著名导演胡金泉一眼相中,在《大醉侠》里饰演武艺高强、英姿飒爽的女主角金燕子。 后来这部由郑佩佩,月华担任主演的影片,被公认为是中国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。 而郑佩佩也随之名声却起,奠定了中国武侠影后的基础。 1967年,郑佩佩和《大醉侠》的另一位主演月华传出恋情,消息出来时两人已经在一起差不多三年了。 在《大醉侠》里,主演月华和陈宏烈都是当年一流的小生,郑佩佩的性格和男孩子又玩得特别好,三人也因此传出不少花边绯闻。 一开始先是陈宏烈追求的郑佩佩,可是后来陈宏烈的大哥告诉他,自己的弟弟同时也在追潘银子,郑佩佩一气之下就不理陈宏烈。 而月华见机会来了,后来折居上的他发起猛攻,最忠抱的美人归。 说起来,和月华分手这件事还要怪郑佩佩自己。 在闹离婚的那段时间里,义书常常不愿意回家,郑佩佩见他一个人除了工作也没什么朋友让人看着有点心疼,于是每次和月华约会都要求带上义书。 而义书也不是个简单的主,三人熟悉后,义书常常称自己有夜盲阵,要求月华送他上楼,大大咧咧的郑佩哪有什么坏心思,自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 1969年,郑佩佩被港台媒体评为《武侠影后》,虽然事业上春风如意,但情场上却身心疲惫,有了义书的介入,郑佩佩最终决定结束这段感情。 最后的结果想当然了,义书成功上位,虽然月华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义书不是第三者,但是想想都知道,他的哥哥是倪匡,长期给邵氏提供剧本,而从月华的态度上也能看出一二,即使过了很多年。 外人向月华问起义书,他的言语间还是充满了怨气。 在那时候,演员的工资很低,培养一个明星容易,但是拿到一个好剧本却是很难。 1971年,正值事业巅峰的郑佩佩突然宣布习影,与富豪原文通结婚,继而随着丈夫移民国外。 郑佩佩出国结婚后,还和义书,月华出现过一个小插曲。 当时郑佩佩寄了一封信回香港,以朋友的名义问候对方,没想到一书添油加醋,靠着自己的关系把这封信拿去登报,让月华脸面丢尽,月华一怒之下提出离婚。 再回过头来看看郑佩佩,尽管丈夫是个有钱人,但是她不像其他富泰一样享受生活。 虽然移民国外,但郑佩佩骨子里是个很传统的女人,就连当时的婚纱都是自己亲手缝制的,在她心里,缝纫就是女人的一个必修客。 但是一些旧思想也让她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甚至一度沦落到无路可走,差点出家的地步。 在郑佩佩的传统观念里,一旦嫁了人,女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孩子,因为丈夫是一脉单传,再加上婆婆的督促,她也觉得传宗接代是自己的首要责任。 在结婚的20年里,郑佩佩的任务只有一个,那就是生个男孩,生儿育女在她眼里是天经的义的事情。 在这段婚姻里她一共怀了八胎,却只生下三个女儿,一直到40岁才生下一个男孩。 当儿子出生时,她叹了一口气,想得却是,自己终于完成任务了。 可是给丈夫家完成香火传承的郑佩佩,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,婆婆与丈夫反而开始对她更不在乎,渐渐地有一种把她当外人的趋势。 家庭主妇的活她在做,赚钱养家女强人的活她也在做,赚钱带孩子几乎没有停歇。 生完儿子后,郑佩佩不仅要带小孩,同时还要给丈夫看店铺的生意,后来抽空还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。 当时郑佩佩想着生完孩子回归一下社会,于是想着做一档公益性的节目,但也因为这档节目,让夫妻俩产生了分歧。 郑佩佩觉得,就算不赚钱也没关系,就当是回馈社会,但在袁文通心里觉得,我赚的钱关你什么事。 最终因为电视台亏损,两人大吵一架,袁文通觉得妻子的手伸得太长,而郑佩佩觉得两人的观念不同,最终决定近身出户。 近身出户的郑佩佩走投无路,离婚的事情还不敢告诉妈妈,甚至一度想要出家。 当时郑好遇到星云大师,大师说他红尘味了,应该回香港拍戏。 但回香港拍戏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星云大师说,住的问题你不要担心,你可以到佛堂去住。 经过大师点播,郑佩佩依然回到了香港,似乎幸运向来喜欢眷顾坚强的人, 吸引20年的郑佩佩回到香港就遇到了周星驰,后来就有了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的华夫人。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周星驰是奔着郑佩佩能打而请的她,并不是无厘头的表演。 2001年,郑佩佩参与了李安指导的《卧虎藏龙》的拍摄,在里面饰演《碧眼狐狸》一角。 尽管有替身,但是在李安导演的要求下,55岁的郑佩佩依然要把动作练三个月, 就连周润发也不例外,对此她毫无怨言。 凭借着《碧眼狐狸》这一经典角色,郑佩佩再度回到事业巅峰, 名声响彻国际,退出影坛20年,侠女归来依然英姿不减。 武侠影后,郑佩佩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, 在她最美好的年纪,事业正值巅峰时选择吸引嫁人, 回顾郑佩佩的婚姻不由的令人反思, 那个年代的旧思想究竟荼毒了多少女性。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疑问, 生孩子是女人的义务吗? 在以前的郑佩佩言里, 生孩子就是女人的义务, 给丈夫传宗接代就是她作为妻子的责任, 最后发现丈夫和自己价值观并不相同, 原文通自私的嘴脸显然刺痛了她的心。 是啊,自私是每个人的权利, 可为什么要把属于自己的权利转化成对别人负责的义务呢? 生育从来不是一个女人的义务, 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。 好在郑佩佩最后幡然醒悟, 就如她自己所说的, 我不单单是一个女打星, 我还是一个母亲。 而郑佩佩用一身伤病换来了魔术经典好篇, 也在影坛上打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, 希望她能安度晚年, 注意身体健康, 影迷们亦会一直记住她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